花蓮七星潭自行車步道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不過因為部分路段整修工程封閉 已久禁止進入 在19號就是完工日了 不過工程進度卻是遠遠落後 讓民眾質疑工程到底要延宕到什麼時候 來到七星潭自行車步道 48高地地段入口處已被工程人員架設為難 到了下海邊的階梯 因工程還在私座無法通行 這個工程也住得太久了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就只能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休息這樣 其他地方都過不去 建設處表示 七星潭自行車步道 從去年11月開始封閉整修 因為考量48高地 下七星潭海邊的階梯 需要增設自行車可行駛的波道 所以才會請廠商變更設計 主要目前是在辦理變更設計 所以它工程有停工的情況 那目的是希望說 又利用變更設計 可以把一些這個銜接斷的這個部分 改用比較友善式的斜坡道 那所以在辦理變更 那變更的部分要經過 限服核定承包商才能聚以施作 所以我們會盡快折成我們這個設計公司 趕快完成這個變更設計的程序 讓工程繼續把它完成 不過該處樓梯 原本就有自行車牽引到 為何要增設新增坡道 並且工程到收尾階段才變更設計 引發了一些質疑 華林先生也強調 承包商是經過縣府核定後 才展延工程 預計要到5月底才能夠完工 在此之前還是不希望民眾擅自進入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臨接綜合報導 打造 主任